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2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总统对话政策疑云 北京的香港冒险快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因为 从昨天到今天这一系列的新闻发生的过程 产生了一些问题,我把这个新闻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然后我就跟大家 报告一下我在这个新闻过程当中的一些看法 新讲新闻,星期天 川普总统的一个 访问,就是AXS,AXS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 在线媒体,那么星期五他去白宫采访了川普总统 那么这篇报道是星期天,星期天看出,21号看出 那么这篇报道,看出来引起很大的回响 这篇报道呢,我大概的跟大家说一下,星期五下午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 当问及为什么他不批准对中共官员就新疆维吾尔人集中营的事件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 川普总统回答说,贸易协议 川普说,中美正在进行一项重大贸易协议的中间阶段 那川普这个讲法实际上是证实了博尔顿 新书的说法 那么博尔顿在新书里面讲,川普是 12月份问他为什么要对中国官员就维吾尔人的问题实施制裁 川普就没有批准过这个建议,他说这个 而且博尔顿还写,几个月之后 在和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川普说 习近平应该继续建造 集中营,川普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其实这是一个引起很大回响的一个 议题,因为 博尔顿的新书对川普的选情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话题 川普其实这个采访呢,其实就是为了回应 回应什么呢?回应这个 博尔顿新书里面的 各种说法,其中有一个说法 就是新疆集中营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川普在采访过程中,他这么说,他说我们进行了很多交易 价值是2500亿美元的购买,顺便说一下,你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买了很多东西,川普继续说 当你处于谈判中间的时候,突然间你开始对他 实行额外的制裁,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我们对中国施加关税 远比你可以采取的任何措施都要糟糕 所以他其实 你看川普讲话有点乱,但其实川普意思就是 新疆集中营的问题 正好是这个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中间 那么 所以,所以后面就没有讲,其实所以为什么会有 会有这个 博尔顿的那个书的内容,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谈判中间 那么Axios的大Picture就是这么说的,川普总统的川普政府的 鹰派手下,私底下很沮丧,因为他们没有用 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中国官员,很多人认为 这件事情,新疆集中营事件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人权 暴行 但是川普反驳,说他说,星期三我签了 签了2020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那实际上呢,在川普手里,这个政策法案其实 是赋予他另外一些权利 其实在签署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之前 美国已经有一个全球马格尼茨基的这个法案,也是针对 针对类似新疆这种 新疆集中营这种人权,侵犯人权的行为 进行这个追责的这种行动,那么人权法案,当然他 新疆维吾尔人权法案,其实是有针对性的 解决新疆这个问题,但是马格尼茨基的这个法案呢 实际上是授权美国政府 可以 就全球发生的这种事情,都可以采取的措施 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他就说 你说这个马格尼茨基的这个法案呢,你知道没有人跟我提起过中国 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会看一下 但是没有人跟我说,问我,然后关于马格尼茨基的这个法案,我也没被被告知,因此没有人,如果有人问我,我会研究他 但是到现在为止,没人没人问过我 然后这是关于新疆的议题,新疆的议题,第2个议题就是什么 就是关于习近平 川普跟习近平在那个布宜诺斯埃利斯的那次会谈 那么博尔顿的话是什么话呢,就是 川普要习近平帮他获得,赢得大选 赢得大选 那么 这个记者 AXS的记者就问 问这个总统,说你 有没有这么,有没有这回事 川普怎么回答,川普说 不完全没有 不完全没有 我告诉与我打交道的每个人,不仅仅是习主席,我希望他们 和这个国,我希望和他们这个国家做生意,我希望他们和 这个国家做更多的生意,他说,顺便说一句 对国家有利的 就对我有利 对国家有利的事情 对选举有利 这个其实 川普说这个话其实是 在政治上来说,这是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他说,我不会绕着说,哦,帮助我选举,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说,记住 当时我跟他会谈的时候,满屋子都挤满了人,我们在一个大房间里 房间里很多人,我不想这么说 我不想说这种 这种话 我不会甚至不知道那是不对的 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当然不会这样讲 当然,我不会在一个挤满了人的房间里说这些话 这就是一篇这个报道 这篇报道当然是回应 博尔顿新书里面 对川普的各种不利的言论 那么他做一个回应,因为 因为博尔顿新书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他不做任何回应也不行 但是呢,他也不想零零心心的讲两句,所以他 把AXS的记者找去 完整的回答 系统的回答一些问题 那么这是第1个,第2个 但是实际上你认真的看一下,我昨天从,其实这篇新闻从昨天到现在这么长时间 我认真的看了好几遍 那么效果其实对川普并不利 这篇报道对川普并不利,为什么 川普的回应基本上肯定了所有的博尔顿在新书里面对他的描述 就是博尔顿没有撒谎,博尔顿说的全是真的 其实川普这是把他的这个幕僚 什么 他的经济顾问那几个都说,我们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其实把他的手下给卖 他的这篇报道一出来,其实博尔顿新书里面 所有对 在中国问题,其他问题我不知道,至少这篇报道在中国问题上的 基本上所有的描述都是真的 这是 就是川普今天的报道已经证实了 博尔顿讲的全是真的 这是第1条 只不过川普的回应 他试图让大家觉得他说这些话,虽然我说过 但是是情有可原的 川普是想让大家有这种印象 这话我说过 这话我说过,但是呢 我说这个话是有环境有场景 是情有可原的 这是 但是这个效果并不好 为什么 如果是把川普的说法跟博尔顿新书的说法放在一起 大家更会接受博尔顿的说法 为什么,博尔顿说法很有条理 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 川普只是证实了他说的事实是真的 如果博尔顿的事实是真的 他的结论也是对的 一定是这样 所以 其实川普的这个采访 对川普在政治上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第2条 第3条 展示了 这件事情展示了川普在中国政策上的 一直以来的 大家的看法 是什么 他把中美贸易协议 中美贸易协议 中美贸易协议 放在所有的议题上面的最前面,这是第1条 第2条 中美贸易协议 对美国有利 对川普的选举也有利 这两件事情是证实了的 川普自己亲口说的 这是川普自己亲口说的 所以 所以大家没有冤枉他,我也没冤枉他,我对川普的判断是对的 就是川普把中美贸易协议这件事情 放在所有对华政策的议题的最前面,这是第1个 第2个 川普 把这件事情,把中美贸易协议认为是对美国有利的 同时 对他的选举也是有利的 网友不是有网友问我 川普的 个人政治利益是什么 就是选举 所以 这再次证明了博尔顿新书的观点,就是川普在对外关系当中 他没有把 他把 个人的政治利益 和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 这是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个政治家 非常忌讳的事情 非常忌讳的事情 这是这篇报道,我先把这篇报道讲完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这个更新还没有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去判断 我们去怎么去判断现在川普对华政策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一问 这么一问很重要 原因在于 星期六 港版国安法 上会 然后呢人大常委会闭幕 星期六 星期六呢川普进行了一个 川普进行了一个启动的这个 就是总统选举活动的一个启动仪式 这个 所以 美国政府没有回应 然后到了星期天 美国政府还没有回应 川普去打高尔夫去了 去打高尔夫去了 今天到现在还没回应,回应什么呢就是 港版国安法已经进入立法程序 其实 北京那边的,我们讲这个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 已经扣扳机了 但是美国政府到现在还没回应 这很奇怪 这奇怪在哪里,然后就跑出来一篇AXS的新闻 这篇新闻呢,证实了川普把中美贸易协议放到最前面最优先的位置 中美贸易协议在川普心目中的 问 这个 地位 那现在问题来了 川普为什么不回应 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就才会,今天有这样的标题就是 川普的对华政策到底是怎么样,他有没有变 我总是担心他变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可以列给大家看,就是我的疑云到底是什么 第1个 大家记得 当初这个 川普在玫瑰园 发表对华政策的演讲 五分钟 这五分钟讲完之后,川普 一句话都不回答 大家的问题,扭头就走了 这其实很奇怪,这不是川普的风格 这不是川普的风格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 川普的那一番发言 其实中间有很多 很多窟窿的 但是他为什么不答,不答大家的问题 会不会他是为了后面 因为 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多 不明确的东西 他到底会怎么看待中美贸易协议,其实当 当所有人在讨论 川普的对华政策的时候 在讨论所有对华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时候 其实 所有人绕不过去一个问题,就是中美贸易协议 他不答大家的问题 是不是他就不想答中美贸易协议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 这个问题要问下去 那可能 整个的演讲可能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第一个,川普玫瑰演讲话的演讲的那个不答问题 他背后是有原因的 这也是形成我们今天这个疑问的 其中一个,这是第1条,第2条 川普派蓬佩奥去 夏威夷见杨洁篪 我们网友有个问题,我答不来 他说如果川普不打算跟 跟习近平做交易 或者是达成某种协议,不想让他下台阶 为什么去去见他 其实这个问题我答不来 答不来 我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也 觉得有点奇怪 就说 如果川普下决心要跟中国在香港议题上开火 那理论上他不应该给中国台阶下 不给中国台阶下就是没有交易 如果没有交易 为什么派蓬佩奥去 夏威夷去见他 这是第1个疑问 第2个疑问就是蓬佩奥回来之后 在推特上写了一段话 说中国承诺 执行第1阶段协议 中国承诺这个问题,其实我当时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就是 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 如果是川普提出来的 那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说明川普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要去执行第1阶段协议 如果他要去执行第1阶段协议,那中美之间 不存在我们讲的那种 决然的对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不可能这头交易那头又 又去跟他进行开火 开火可能会终止这个交易 那这个就是战略牵制作用 还是在发生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中国88的跑到夏威夷区说 我还要去执行第1阶段协议 美国说你既然承诺我就拿着吧 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 那么这是第2个 第3个 蓬佩奥回来之后在推特上讲了一番话 川普呢 川普就 在推特又回应了一下,回应了什么呢?回应说,美国又保持 所有和中国脱钩的选项 但他到底怎么个选项,他也没说 这态度 就是你看啊,他一直在绕着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走 回避这个问题 只有蓬佩奥说了一句话 就是中国 承诺 执行这个协议 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家都看到的事实是什么 就是 蓬佩奥和杨洁篪见完面之后几个小时 赶马国安法 就出现在 人大常委会的程序当中,之前他是没有的 在出现在里面去,出现了 然后 审议了 进入立法程序 这里面让大家会有个怀疑,什么怀疑 是不是川普 通过蓬佩奥向中国做出某种暗示 或者是双方已经有交易 就是在港版国安法上 川普会 像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一样 他会轻轻地走开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中国承诺 执行第一阶段协议 这里面会不会有这种交易 这种交易是不是存在的可能性 我昨天晚上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这样的疑问 是不是川普 有 做这种 台底交易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派蓬佩奥去 本来如果你要开战 你派蓬佩奥见他干啥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事情 然后 就是昨天 昨天川普啥都没干,去打高尔夫 理论上来说 星期六中国把这个程序,把港版国安法放到了立法程序里面去了 这个班级都已经扣了 扣了班级了 美国应该 美国有几件事情 美国不可能不知道,第一个 港版国安法的内容 美国不可能不知道 我认为港版国安法上会之前 美国已经知道港版国安法在干什么了 如果美国白宫还不知道的话,那他的整个情报系统 美国CIA的局长应该下台就对了 而且我认为如果美国没有拿到 直接去找中国药,中国也会给他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是第一个 美国不可能在在此之前不知道港版国安法 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港版国安法上会意味着 这个他已经进入了立法程序 美国不可能不知道 这不可能不知道,那他的中国养那么多中国问题专家 真的是吃祥去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美国所有的选项 在港版国安法也好,对美对中国的所有的政策也好,应该全部都在川普的办公桌上 否则的话,美国国务院也是吃祥的了 这么长时间,啥方案都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 整个一个星期天 美国政府 对这件事情 一个字都没说 这很奇怪 而且 蓬佩奥还跑到 跟哥本哈根 讲了一番宏伟的 宏论,但是就是不回应这个 港版国安法 这个很奇怪 那么所以 所以我今天才有此疑问 就是说 川普的对华政策到底是怎样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件事情上 是有危机的 绝对是有危机的 好,我们讲一下进程 港版国安法的进程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20号上午闭幕 闭幕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下午 就接着开了一个委员长会议 委员长会议 委员长会议就决定 决定什么呢,决定人大常委会 在6月20号再开,28号到30号再开一次常委会 就是人大常委会的第20次会议 然后呢,审议几个法律 专利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出口管制法 然后人大常委会提醒刑法修正案 然后行政处罚法 修正案 审议数据安全法草案 没有港版国安法 但是我相信 这次人大常委会 就是为港版国安法量身定做的 为什么 这就是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 中国要在7月1号之前 完成立法程序的一个安排 因为没有一次 两个人大常委会 会在这么密集的情况下开另外一个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有这个议程的话,你在前面那个议程全部都做完了,你为什么要隔着一个星期 隔了一个星期然后再继续开 人大常委会 没有这种可能性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开完这个人大常委会 中间做一些所谓的咨询工作,现在已经做了 这个夏宝龙已经找那个 立法会的 立法会的那个叫什么鬼啊,那个已经在深圳见了个面 这是 做做样子,做做程序上的样子 然后 再开一个人大常委会 把港版国安法 就这么过了 这就是他们的进程 这个叫进程 然后 香港特首 香港特区行政首长林郑月娥星期一参加这个 财新夏季峰会 林郑月娥在演讲中说 全国人大决定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 国家安全的法律 是香港恢复限制秩序 确保社会稳定,维持企业和个人 对香港信心的重要举措 势在必行 不容有失 他这么说 然后他说,香港拥有自由开放的经济,优良的法治传统和司法独立制度 等等等等 只有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体制体系,用好优势严厉打击 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分子 止暴之乱,香港 仍然充满了 商机 这是 这是林郑的一个表态,林郑的表态 和人大常委会的 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安排 显示 中国会在7月1号之前 完成 这个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程序,这个判断应该不会有 不会有太大的误差,这是第1条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基本判断是三个 对于川普的对华政策 我有三个 判断 判断 第1个判断 有没有可能是川普要等,就是 川普已经知道了整个的中国的这个进程 这个我不奇怪,因为情报机构嘛,肯定要做这个工作了 那就憋个大招 憋个什么大招,就等中国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 美国在统一做个回应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 这是可能性一 可能性二 可能性二 就是完全不反应 就是可能性二是什么?可能性二就是蓬佩奥是带着川普的 疑问去了夏威夷和杨洁篪见面,双方达成了一个台价 台底交易 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第1阶段协议 那么 这个 川普 在港版国安法 问题上 将会轻轻的走开 不介入 和当年的这个送中条例是一样的情况 就是 美国方面会在这个问题上不做任何的反应 有没有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 我看那张照片,大家有没有看到啊,那张照片我认真看了一下 我在推特上讲,那张照片很奇怪 就是这个蓬佩奥跟那个杨洁篪见面的那个场景 两国国旗超大,太大了,不协调,两个人往那一坐,然后旁边两个大国旗 但是其实呢,真正照片是有一些问题的 第1个 你看 蓬佩奥那一脸的媚笑 从进来 其实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 他们应该是走进门,蓬佩奥在门口迎接他进来的照片 蓬佩奥笑嘻嘻的 然后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呢,就是蓬佩奥对面和杨洁篪对着坐 每个人前面放了一杯红酒 然后蓬佩奥是笑嘻嘻的 反而杨洁篪没有笑嘻嘻 这里面就是有一些 你看这个气氛,现场的气氛 不像是 双方只是陈述了各自的立场 然后就结束了 这是第1个,第2个 双方建了7个小时 6到7个小时 6到7个小时,如果双方只是陈述各自立场 没有,双方没有交集 那大概应该是建2到3个小时 然后吃顿饭就走了 应该是这样 如果是 真的是建了7个小时 那就肯定不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交集 那双方肯定是有 很长时间的交谈 如果双方只是陈述各自的立场的话,不需要谈这么久 那就是有可能会有交易 这个交易就是要讲清楚各个条件 就是 蓬佩奥跟杨洁篪之间 有交易 不是没有交易 不是新闻稿写的那样 就是双方成熟各自立场 回去了 中国只是说,我还是承诺你这个 只有中方承诺了 执行低交协议,而美方没有做任何承诺,这是不对的 美方也做了承诺 只是这个承诺不能说出来 这是第2种可能性 这可能性坏吗 非常的坏 但是没有第3个可能性坏 第3个可能性更坏 第2可能性一出来,我相信如果这个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 美国的舆论会是 那对川普的选情是灾难性 我觉得 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第3个可能性 就是川普 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就是骂得满城风雨 但是真正的没有什么措施 中国也不把他当回事 最大的可能性这个 这个是最坏的结果 因为如果发生第2件事 第1件事情没话说 川普在等这个协议,等立法程序完成 然后他所有的动作就在立法程序之后 开始 一步一步的出来,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可能性 目前来说这3种可能性 各占三分之一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么第1种可能性的后果是什么?第1种后果就是 大家就开战 这是 我们延续我们在今天之前的判断应该都是这样 在现有的条件下 理论上 美国应有的反应就是第1种可能性,应该是这样 第2种可能性有没有?有 也有 但是第2种这种可能性不大 没有第1种可能性大,为什么?因为 当你发生第2种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觉得美国舆论会对川普 非常不利 我觉得他身边的 他身边的这些谋事不提醒他也不应该 但是也有可能性,为什么?因为川普有的时候做起事情来 也是蛮蛮的,也会有点蛮的 所以 第2种可能性和第1种可能性的 程度是差不多的 第3种可能性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那 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就是他就富有欺骗性 就容易过关 就是川普是比较容易,在用第3种可能性 川普是比较容易过关 比较容易过关 但是这是最坏 这是一个最坏的 可能性 就是无论对谁 对整个世界都是最坏 对谁最好 对中共最好 因为 第2个可能性,川普可能走的一半,发现走不通了,哎呦这被人骂的不行 赶紧改 川普可以调整 就是第2个可能性,他可能走一半,发现不行 这怎么行,赶紧调整 但第3种可能性是什么 第3种可能性,他调整的空间基本上没有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议题,今天这个议题呢,我没有结论 我不知道,我要看一下 看什么呢,看今天 白宫会不会对 这个人大常委会的这个行动,做出回应 那么我们还在等,我今天还会继续 继续观察这个情况,然后会 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晚上会做 晚上的那直播二,我们会继续回应 但如果没有,我们就会做别的 大体上是这样,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特别需要大家给我支持点赞,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最近被 被五毛踩得很凶,好在我们之前的视频 都有大家的点赞,否则的话我们有问题,我们的视频的传播会有问题 所以请大家尽量的帮我们点赞,就在这个 直播的视频的下方就有点赞的,请大家点赞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三点 情况 问题 观点 好吗 我希望今天我们 这个 互动的效率高一点,好吗 鸣谢一下,谢谢 谢谢 瑞瑞瑞瑞,谢谢 谢谢 情况 迪士尼英语今天宣布永久关停中国所有培训中心,迪士尼英语 只属于迪士尼 女儿在那里上了两三年,一直很喜欢外教老师 这些年虽然面对来自线上教学的压力 但是一直蓬勃发展,中心一直在扩扩 感觉这次退出中国除了有新冠 肺炎的影响外更有 更有政治因素的 考量 今天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很失落 请王先生喝杯 他喜欢的奶茶,喝喜欢的牛奶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王舍不知有否听 光明会 据悉是秘密组织 操控美国商界 我对这些我通常不会太 我 我没有时间去关心这些东西,我没有看到过这个 谢谢 代表老友记Vicky 曹,请王先生饮杯冻灵茶,好的,谢谢 观点 美国如果不支持香港,从今往后不用谈人权,云云,普世价值就是 和强国合作 观点 中美6月17日的会面是第1阶段协议的阶段总结,两国都没有人说 协议作废 4月到6月对中共的所有严厉政策都是阳功 川普想用协议作为自己连任加分,第2阶段协议估计会在9月落实 但是疫情白宫还没有计价 这是为了美国舆论流出余地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从来没有救世主,都是政客的利益 你在说什么,我没看懂 观点,川普已经说了,不再当世界警察,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是大家没当回事 你在说什么 我还没看懂 观点,川普应该把香港做交易了,我也一直在关注,好失望 最后美国还是为利益放弃了道义,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香港的议题 我们之前在 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如果川普出手,那是出于道义 那是出于道义,为什么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川普如果出手的话 肯定 不是出于利益的考虑 也不出于战略的考虑,所以战略跟他的利益没有关系 他只是出于道义 道义其实也是美国的战略利益 大家不要搞错了 不要被中共洗脑,中共一直在 跟大家洗脑 人的利益只有一样,就是钱,不是的 道义也是利益 大家别忘记了,道义是什么 那就是你最重要的价值观 这是第1条 第2条 现在香港的议题已经不是香港的内部事务 它是个国际事件 香港议题 美国在香港议题 和中国开火 这已经不是道义上的问题,是美国整体的对华战略的其中一个环节 他是对付中国的其中一个场景 和道义没有关系了,已经关系到美国 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来到港版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和这个 和反送中运动,就是引渡条例 这两件事情有本质的区别 这两件事情 美国在这两件事情上的角色 完全不同 所以 在香港的议题上面,美国选择和中国开火 这是美国的战略调整 这是美国的对华战略的问题 跟香港人没有关系 不是去照顾香港人,那是美国的对华,所以大家看清楚,我今天的标题是 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 而不是香港议题 也不是帮助香港人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川普不是在做世界警察 川普是在改变对华政策 所以你们都搞错了,前面的两个问题都不对 川普的政策是,川普 在香港议题上对中国的开火 是他的对华政策,是美国的战略利益 观点,如果蓬佩奥和中国已经完成了勾兑,那么他后来的演讲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精神分裂吗 如果美国在国安法上 问题上一言不发,那么怎么和欧盟交代,毕竟一直以来他们拉着欧盟反共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第一 之前有网友说,蓬佩奥很像总统的样子 我就 我的回应老是,我是比较客气,我客气是什么 那 川普派蓬佩奥去 见这个 见杨洁篪 第一,身份对等,因为都是外交部长,都是外交人员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我没说,但是我现在可以说 蓬佩奥 蓬佩奥绝对是帮 川普 做Dirty Joe的人 对 蓬佩奥就是那个人,就是 蓬佩奥是一个可以帮川普 做这种Dirty Job的人 理解吗 所以他才会去夏威夷做这件事情,也就是因为蓬佩奥去 我才会认为 中美之间有 台 就是 叫 桌下交易,台体交易 你说派 博尔顿去,我不相信中美之间会有台体交易 但是如果是蓬佩奥去,我认为是有台体交易 所以 后来有网友说,蓬佩奥我觉得他像总统的样子,我当时说,我觉得他更像国务卿 为什么 因为我说,当总统是需要道德,道义上的 在道义上要有坚持 这是我讲的这个含义 那么 现在你这个问题就很简单,蓬佩奥做的所有的动作 都是他的职务的行为 他需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 他就做了 他不会精神分裂 所以他能做 国务卿 观点,要是美国已经放弃香港 蓬佩奥去游说欧洲议会 大家还是没搞清楚 香港不是美国放弃的,我还是讲,大家要搞明白 香港这件事情,香港议题不是美国去救香港 是美国选在香港 对中国开火 川普改变对华政策 理解吗 所以 不是这样的问题 观点,去年为贸易协议勾兑没有错,因为那时美国没有人关心香港和新疆 现在香港也不是川普的头条议题 BLM和新冠都在香港议题之上,但是不可能轻轻放下 费了老劲拉起五眼联盟,然后G7 然后欧盟,美国也是见在弦上 你说的都有道理 你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你看着川普做的事情 我的担心是有依据的 我的担心是有依据的 我相信 我对川普的 我对川普的了解 让我有这个担心 所以 我希望你们都是对的 我希望你们都说对 我是唯一的在这里面的 唯一犯错误的人 我希望我是那个犯错误的人 观点,王先生显然情感上太盼望美国重拳出击了 川普重视经济利益是显然的,一直以来 是搞好经济对竞争连任有利,也是显而易见 西方政治人物对于搞好经济促进连任很任重,这没有问题 只不过川普敢于说出来 说明他不是个 descent的传统政客,不奇怪,客观地说如果不是疫情,美国正在 历史上最好的经济,现在拿香港 换贸易协议有利于选举吗?非常可以 看不出川普 有什么必要这么做 这件事情 跟港版国安法有点像 习近平推动港版国安法 当港版国安法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势在必行,一定要干 有理性吗?没有理性 完全没有理性,如果理性分析的话,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干 但是还在干 这是第1条 第2条 川普 对 贸易协议的热衷 也是有点 有点像那个港版国安法,就是习近平对港版国安法的看法 为什么?因为老实讲 对于一个大的战略来说 就是 中美贸易协议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有没有那么重要?没那么重要,为什么? 美国人的东西并不是卖不出去 就说中国跑得来跟美国买农产品 当然有好处,这个我就省得我再去卖了 但并不是说美国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所以这是 川普死活要让别人来买他的东西 这件事情 对美国有多重要 如果以美国整体的战略价值来说 中美贸易协议 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没有它产生的影响那么大 就是 中美贸易协议对川普的战略牵制的影响 远远大过这件事情对美国的带来的好处 所以 所以你说 我们为什么要看 通过这件事情来观察川普的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 中美贸易协议多么重要,我们一定要死掐它,不是的,我们是通过这个来看 川普的对华政策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我绝对不是情感上 盼望美国出重拳,不是的 这绝对不是情感上的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 关系到美国的整体战略的问题 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两大势力,一大势力就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 一大势力就是中国 我们现在要看待这个世界往哪边走,往哪个方向走 最核心的看待是什么 就是川普怎么对待中国 最核心的就是美国 怎么对待中国 怎么和中国相处 怎么对待中国 中国政策 中国战略是什么 这会改变整个全球的发展趋势 这不是情感的问题 这是个战略问题 这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 这就是个关键点 关键点落到哪里去 落到中美贸易协议上去 中美贸易协议我一直讲,它就是个试金石 是什么呢 是川普的 对华政策 川普的对华政策会改变中国 中美关系会改变世界 所以这个问题 你不要把我绑在另外一个东西上面,我不是那样想 我不是 感情用事 而是 这件事情对我们整个生存的世界来说 太重要 太关键了 然后 明显的 你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重要吗 经济利益重要 关系到大家的范围 但是老实讲啊 在现在这一刻 美国的 美国的国家舆论整个的舆论 美国国 国民的名义 不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 川普如果把这件事情变成他的 重心的话 把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变成中心的话 他会付出惨重代价 他会付出惨重代价 什么 他没有回应选民的最核心的诉求 现在选民的核心诉求是什么,你想一下 我们讲过很多遍 就是对中国开火 你现在坚守你的中美贸易协议 这南辕北辙 如果川普真的是 采取一个这样的政策的话 那他的选期会继续崩 继续崩塌 观点,蓬佩奥跟川普都是在唱红脸白脸的谈判手段 美国政治不是这么玩的 观点 美国总统跟外国领导人的会谈基本上没有完整的录音,所以 川普对 博尔顿的各种指控根本不敢有太离谱的谎话 否则是要起诉判刑的 你在说什么 对谁起诉判刑 观点,川普应该是随机应变的状态,原则他和 他的团队建立了一个政策集合,感觉是这样 坦白 坦率讲,我认为川普就是用香港利益换了中美贸易协议的承诺 香港位移 我是很担心这个 但是 如果川普真的这么干 我觉得 他没办法连任 我认为是这样 川普真的在这个问题上这么干 他 不在这个议题上 往下走,我认为川普会 会失去他连任 提问,难道美国现在联合欧盟,成冰台海只是为了让中共多卖农产品,真是晕了 所以我一直认为川普是没有战略的 他说 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各种 各种利益,一块一块的 我认为他就是这样 事实上我一直对他,我对川普的判断一直是对的 我可以 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我对川普的判断一直是对的 我没有视频 作证,大家可以去看 但我希望这次我错 我非常希望我这次错 观点,王老师因为香港问题总是希望川普跟美国打CCP 不对 这个 不是正确的 我这次认为美国在香港议题上的选 选择 不是香港问题 他已经超越香港问题,他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 他只是选择了在香港议题上发生 这是不对的 你们没有 没有理解我的话 观点 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 美中两国处于竞争乃至敌对的位置,这是基础 从美国社会现在的民意 反中共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和潮流 即使贵为总统,也应顺应民意,顺应潮流,博尔顿这件事只是大潮流中泛起的一个浪花 但是一个好的意外逼得川普更加明确和强化 反中共立场,我个人对川普是没有好感 特别是去年香港事件上的态度 还是对习的反复吹捧 但川普近20年来 对中共最强硬的美国总统 这是他一直在吹嘘的事情 我要看到他实际的行动 他到现在没有做过,没有做什么实际行动 提问,还是对王舍把连任看作是个人利益的观点有疑问 没什么疑问,我已经解释过了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 他的连任就是他的个人利益 因为他要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如果你还没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你可以多看几本书吧,好不好 观点,杨就是去勾兑的,勾兑的主题是常委的制裁问题,所以闭门会议 观点,林郑是华人知识分子群体中失落一代的典型代表,迂腐 软弱 不彻底的人文主义以及对皇权天下的迷恋 你真的是抬举他了 观点,朋友是国内移动互联网一线大厂的核心运营 这么说吧,现在大陆打击盗版的力度是空前的,这应该是一个态度上的侧险 不管叫嚣多凶,CCP离不开美跌 这是根本利益决定的,主义不主义的都是博取权力筹码的手段而已 看着吧,贸易条款 会忍气吞声地执行下去,这是救命稻草 观点 在现代政治上对现代国家文明社会缺乏基础 基本认知的人不太可能看懂 香港和台湾 就更不说美国了,大陆不存在拥护谁 而是他们知道 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权利 承担哪些义务 自然就不会知道如何反抗 在政治层面,民众的落后很严重的 这是CCP在大陆的基本盘 能成立的诱因 只能期待随着时间 时间推移慢慢改善 非常支持 非常同意的观点 讲得非常到位 我这两天在推特上面 由于这个 美国大选,由于这个BLM运动 你可以看到 推特上面,中文推特上面的中国人的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 我们不说 知识水平 对这个世界上的认知 水平已经低到什么地步,跑到推特上面来发言的人 还是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文化素养的,但是你看整体中文的推特 常识不多 就是 推特上面能反映常识的推特不多 都是你看这个认知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老实讲,你这个观点 非常对 非常对 这个 这个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很让人心痛的,很让人心痛的事情 观点 中国不缺乏反抗的人,缺乏的是将反抗的人 凝聚起来的人,一个社会的变革靠的不是底层 是精英 靠精英把底层凝聚起来,可我们的精英在哪里 我们的精英在共产党的里 提问,王老师,蓬佩奥在彭洋会后有说 要看中国下两个星期的做法,看中国是否收到美国的信息 是不是更说明您说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要等国安法完全落地,美国才会打牌 大选在即,川普不可能 看不出对中共重骂侵犯,会让他落败 对中共强硬不仅是美国两党,更是 西方各国的共识 有可能 我希望是这样 但是川普是有点 不可预测的 川普有对 川普在某些事情上的偏执跟谁很像 跟谁像 跟习近平很像 他们俩生日是同一天 我不是个星座爱好者 但是他们在性格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像 川普已经在经济金融负责人追责上,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对香港的制裁 他不可能只为北京活着 他还要做什么,国内香港已经集体欢迎 热烈欢迎支持了国安法 外人能怎么样 丈夫打妻子,妻子都原谅了,外人一定要打死丈夫吗 哇 这是什么鬼人说的,这样的鬼话 丈夫打妻子 港版国安法是丈夫打妻子 你疯了吧 我不反驳你 不值一搏好吗 你自己好好回去 把你的脑子好好的理一理 观点,共和党在香港问题上重演了当年六四的模式 表面制裁,背地勾兑 共和党最擅长刚这种事情 提问王老师好,我想问关于粤港澳 通关的问题 从2月8号开始封关 一直延期到现在快五个月了 现在粤港澳 疫情风险不高,本地感染很少 却维持这么严格的措施,造成数万家庭分离 简直人道灾难,不知道 主力来自港府还是内地 说了很久的3D健康马互认一拖再拖 我们都等得心急如焚 如果有人想去表达诉求,王老师能不能说说你这件事的看法 越港澳通关的问题其实是个政治问题 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 为什么 这跟当初 林郑封关封完了有关系,林郑一直不肯封关 一直不肯封关 被骂得要死 最后还留个口子,留个口子是给谁呢 给中联办 中联办进出关要用 所以他不封关 不封关 被归结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么现在封了关 为什么又不开了 我认为 很难开 为什么 香港人不愿意开 就是这么简单 香港人不愿意开 那怎么诉求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这件事情不是 不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然后还有个3D健康码互认 健康码在香港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 健康码只有大陆才行得通 在全世界都行不通 为什么 我们有个节目,你去搜一下,就是健康码,你搜一下健康码这个议题 好吗 问题,王先生对未来20年美国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对未来20年中国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 20年 20年你不用问我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的态度,我对人类都持乐观的态度 我可以告诉你,好吗 观点,不需要太多分析,OK,那我就不读了好吗 观点,去年在欧洲与本地的朋友碰到两亚洲面孔 朋友便问 Are you Chinese? 他们迅速回答 No I'm Hong Kong 后来朋友问我,为何他们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我没有答 我想也许他们 在与 这个宁愿让自己的文明倒退几十年 也要让儿子斗死爸爸,宁愿饿死几千万人,也要让粮食 烂在 仓房,宁愿让坦克在那些年轻 少年身上碾压,也不愿意倾听他们合理诉求 宁愿不顾一切后果,也要把几百万人关在集中营的邪恶土地 撇开关系吧 愿荣光归香港 OK 提问王老师,绥靖政策是不是欧洲一贯的做法,从中世纪对奥斯曼土耳其 到918事变,国联的软弱,到二战德国肆虐欧洲 到今天面对中共,我觉得欧洲在很多关键时候表现得像个懦夫 但这次没有啊,这次欧洲议会,我觉得他们表现还不错 然后欧洲的这个G7欧洲表现也很好 虽然你可以看,今天他们跟中国在 中国在会面,但是我没觉得 没觉得他们像个懦夫 我觉得 这次欧洲的表现是正常发挥 我打个小报告,北京情况,我家边上的农贸市场,很多商铺都关了 有的是没有东西卖了,有的是去过新发地被隔离 我常去的一个水果摊关了,一问 是去过新发地 好在最近只是路过没买东西,现在北京的商家不许出京 今天通州 东关大桥上有老人跳河 费尽周折把人捞下来已经不行 观点 川普连任是他的核心利益,不是美国的发展 不敢说他所为 真的会坚持美国的核心利益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博尔顿 博尔顿的书 博尔顿这本书选择在这个时候出 博尔顿肯定是算过的 算过这个选情的,他们决定在这个时候出,你要知道现在出版业已经非常的有弹性了 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那个签字排版,现在下就可以出来,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博尔顿基本上可以在任何时间点出他那本书 但前提是他得经过白宫的审核 白宫也知道博尔顿这本书写的是什么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博尔顿这本书对 川普的选情 真的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川普是个美国总统,他的所有的行为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个没有疑问 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 那么 他中间会不会因为因此而产生 会不会加带一些私货 这就是博尔顿新书的内容 博尔顿其实他有句话说得很刺激的 说民主党的弹劾,如果他们不执着于那个 那个闪电战 他们认认真真地把川普的对外政策梳理一下 他们的弹劾可能会成功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 你们可以去看我 我们这个视频节目,从开始到现在 从中美贸易战到现在 我们对川普的分析基本上是这样 我的结论和 博尔顿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 我一直讲的事情就是这件事 其实博尔顿的新书的这件事情 最核心的攻击力就是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否认,我从来不怀疑 川普做的所有的决定 都是符合美国利益 这个没有疑问 大家的疑问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加带私货,就算符合美国利益也不能加带私货 这是道德 这是美国总统应有的道德 好吧 情况 重庆好大的洪水,三峡危险,新闻王老师专门讲一期三峡 三峡我不敢讲 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准备 到目前为止,三峡的大坝的 情况是怎么样 各种信息都有,我判断不了 除非我有一个 很 很权威的信息来源告诉我 三峡的情况是什么,否则我现在做不了 我很想做,我很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三峡大坝关系到长江中下有 整个的长江中下有,中国最核心的 地区 所以非常的 我也是很焦心,我也在做这方面 找这方面资料 如果网友有资料可以给我,好吗?谢谢啊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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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再见